我看能不能好看是吧 那一东西的情况怎么样 挺好的呀 挺好的呀 有了有了有了 你们看 哇爸 真行啊保刀不老啊 真的 妹妹 你妈非要再给你生个弟弟 我这不得急急小心他的号召吗 过草地翻雪山 你爸又得开始新的长征了 嗯你说什么呢 啥弟弟啊 别挑拨我们无理关系啊 生啥都行 女儿更贴心就是的 妈你赶紧坐一下赶紧坐一下 你现在就要在家呢 好好的呀 好 争取啊 还是给我爸生个继承人 立个一等功 啊 我不跟你说了我要去约会了 思琪 你和一东的婚事 什么时候能离下来啊 还不着急吧 反正现在 你们也没时间带孙子了呀 还是先把我弟拉扯到了 再说我走了啊 哎哎四千 你等一下 刚好我要出去 老婆 你只有自己照顾自己了 走啦爸 要给你搭爸生的车了走 你们啊 小心开车啊 知道了知道了 走啦爸走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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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要干什么 你到底是去出差 还是去跟罗曼约会 非去不可是吧 我跟他是合作伙伴 你说我能不去吗 再说了你说我们是清白的 你别瞎想 清白 你不要让我给你翻旧账 上次你那秤衣上的口红 要是怎么回事 我给你解释多少次了 上次他为了公司的业务 陪别人喝酒喝醉了 我扶他回家 可能就是在扶他时候蹭到的 够了 非要出差是吧 好啊 那就分手 反正我也没你的工作重要 你能不能强点道理啊你 这子虚无要事 你却有意思吗 没意思是吧 好啊 那就分手 滚 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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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四天 Cent 你妈说想吃餐的 昨晚上回去坑那 Aww 一会跟你妈买点回去啊 妈 万一都在住鬼了 她不要我了 四天 你怎么了 啊我我我現在一個人 一個人就在大馬路上 你過來接我吧 啊 姐 這怎麼了這是 怎麼把你一個人丟在路上了 這太不像話了 打電話叫那小子過來 我問清楚 好好叫叫叫叫他 爸 我怎麼喝酒了還開車呀 我電話裡一聽你哭成那樣 我能不著急嗎 咱們還是找個代價吧 沒事 趕緊喝多了 你你趕緊打電話叫你臭小子過來 我現在不想給他打電話 我現在就想回家 行行行咱回家回家來吧 我現在有很多人 我可以跟你做主意啊 不要打電話 我 都分手了 還打什麼電話呀 把電話給我 哎 自己回答我自己 出什么事了 四季 四季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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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你怎么就这样 哎呀 哎呀 你怎么会一个人这样 哎呀 哎呀 云以为幸福要爆棚的陈家 却迎来了此般的恶号 陈傅一位酒驾车祸 父女俩双双抢救 无效胜亡 这样的悲剧 一时让林荫从天堂 掉落到了地狱一半 范怡东也愧疚不已 但林荫却并不知道 丈夫和女儿的死 跟范怡东有关 因为极度伤心 林荫府中的孩子 差点还没保住 嗯 嗯 我来给我带出个大 带出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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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准备准备 呀 好看啊 哎呀终于毕业了 我们要结婚了 你是不是要跟我求婚啊 结婚呢 那当然得求啊 现在就求 现在就求啊 怎么求啊 你把眼睛别让 不许睁开啊 求婚了 哈哈哈哈 我结婚了 结婚了 这样你开始吧 好啊 那就分手 反正我也没想工作主要 你能不能强点道理啊你 这子兄要是你这有意思吗 没意思是吧 好啊 那就分手 滚 啊 再一道 阿姨你醒了 护士 护士病人醒了护士 那个病病人醒了 你可别太激动了 差点流产了 你知道吗 像你这样的高龄产妇 更应该注意 孩子 我该怎么办了 阿姨 你可千万别激动了 你就算是为了你肚子 你说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好久 怎么去开车吗 四季才刚刚大学毕业 他还那么年轻 一头 四季不是去跟你约会 怎么会跟他 我 我也不知道 那可能是因为我工作 是因为我工作 这是医生刚开的保态药 麻烦你去交一下费 那行那那我去交费啊 阿姨 你想把吃什么东西 你带回来 你帮我照顾一下他 你带我来 跟你说 二十年 吃饭了没有 你这是怎么了 啊 兒子 兒子 出什麼事了 兒子 兒子 爸 郭敏山 哎怎麼回事啊出產怎麼取消了呢 安急出場 那嚴重了 你怎麼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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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回事啊 你怎麼回事啊 他是不是又誤會咱倆了呀 早知道 我以前就該跟他好好解釋一下的 不 這事怪我 我不應該跟他吐氣 你 你也不要太自責了 這段時間 我可能會很少來公司 安急的媽媽在醫院 要徹復的 好 那你去吧 公司的事情 你就放心的交給我吧 媽媽 你了 雖然只是誤會 但范怡東還是覺得 自己因為創辦公司 這半年忽略了思琦的感受 也沒有耐心地解除誤會 才釀成這樣的結果 而陳思琦和陳婦出車禍的原因 范怡東多少有些顧慮 不知如何去面對林茵 所以 並沒有跟林茵坦白 但范怡東決定 在未來的日子裡 去儘量彌補和照顧林茵 阿姨 你多少啊 得吃點東西 就算是為了肚子你的孩子 你也得吃點 你說 我的人到中年了 一個人 怎麼拉扯他這個孩子 還有我呢 你放心 以後你遇到什麼困難 我會盡全天幫你的 阿姨你不能這樣 你就這樣想 如果思琦還在 他也不願意看到你這樣 按你說 自己還在的話 我應該是你的女婿了 阿姨 不管你有什麼困難 我都會盡全力幫你的 你放心 阿姨知道 你和詩琦 都這麼多年的感情 你也是在應聽著 難為你 詩琦 和他爸爸的好事 可怕也要麻煩你了 是不是 我 兒子 兒子 啊 你怎麼到公司來了 還不是擔心你 還沒吃午飯嗎 給你燉了點湯 你先放這吧 我一會兒再吃 現在不喝 你說你 這都多長時間了啊 你還沒緩過勁來 這人死不能復生 你得趕緊的振作起來 這現在公司啊 剛剛起步 我跟你爸給你投的 那是我們半輩子的家底 你可不能把他那個 啊 我知道 我心裡不舒服 哎呀哪也不能一輩子不娶啊 一輩子打光棍啊 媽你這是幹嘛呢 啊 你看看 這你爸朋友的女兒 剛從國外回來 你看這找像 沒得挑剔吧 啊 媽 我現在啊 不想談感情的事情 一會兒我要開會 你先回去吧 行那我先回去 記著合套啊 知道了 啊 啊 哎哎呀我給你帶點湯 你這是要去哪啊 我約了醫生做產檢 做產檢啊 你一個人啊 那這樣吧我下午沒事 我陪著你一塊吧 哎呦又麻煩你了 沒什麼好麻煩的走吧 你慢點啊 其實你有什麼需要幫忙的 你可以給我打電話 慢點 阿姨你先坐會兒 我去往後 哎呀 鐵 鐵 大姐 你這二胎吧 呃 哎 我挺佩服你的 我都上四了 下了好大決心才升這二胎呢 你怎麼來了 我正好 二十歲 哎呦 哎呀你 那個號我掛上了 我去看看在哪個地方檢查 你先坐會 好難怪要再生呢 這年啊就得生個孩子把男人給酸子 何況是這麼帥的小帥哥呢 不是 看看我啊 我肚子這麼大了 我老公就沒陪我來一次 你這小帥哥又體貼又細心的 我看著都羨慕 他真的 好啦 別解釋了 現在這時候 流行姐弟弟 沒事 幸福就好 幸福就好 雖然每次來醫院都會被人誤會 但范怡洞的堅持 讓林茵對她刮目相看 因為林茵和丈夫是外地來自打拼定居的 所以身邊也沒個親人照顧 林茵在需要人幫忙的時候 也只要麻煩范怡洞 很快 林茵因為體制原因早產 差點喪了命 但總算是撐了過來 媽 醫生說了 孩子呢是因為早產 所以必須再保護一下你們待一段時間 你就別擔心了啊 我看張張像 你看 雖然瘦小了一點 但是長得很漂亮 跟17小時候 長得是一模一樣 媽 就算是為了這個孩子 你也得保重身體啊 要是事情和他爸爸看見的話 肯定會高興的 你不是還有我嗎 我就是你兒子 四朵乖 乖乖睡 你兒子 來了來了 一東 阿姨 這是我托朋友從德國給你買的那個奶粉和料不濕 都是當地好牌子 這是我幫你請的月嫂心理 你好 我真愁這事了 快進來坐進來坐 進來吧 來來來 哎 又麻煩你了 哎呀阿姨 你可千萬別說什麼麻煩不麻煩的 這啊都是我應該做的 啊 快坐快坐 我去幫你倒茶 啊別別別 我公司還有事我得回去 嗯 我接你電話 別動 喂 小劉啊 什麼 酒精中毒 怎麼可能 啊 好好好 我馬上過來 出什麼事 老三前段時間進了一批紅酒 說是好多人喝了以後出現了酒精中毒的情況 現在資監部門正在調查 機車也在曝光 我都過去一下 你在坐月子 現在出去不合適 哎呀 管不了這麼多了 啊 你別著急 這樣 你說一說東西我開車送你過去 一波被拼一波要起 陈家生意突然出現了狀況 因為一時疏忽被騙 林英丈夫在生前禁了大量的假酒 銷售批發後 因消費者出現了酒精中毒 釀成了嚴重的後果 為此 陈家經營了十年的公司破產 為了賠償 不得不賣車賣房 林英一下子受不了打擊 精神徹底的坍塌了 林姐 孩子已經睡著了 小莉安 我現在的情況 我已經親不親你了 你走 那 林姐 你以後也要自己多保重啊 那我就先走了 沒啦 你沒啦 我這麼說 我怎麼看 我看這 妳看 你連這兒都不賺再 我站在哪一邊 我看這兒 我就不賺了 哎呦我就是说啊 我当初对那个思琪 哎呦我是怎么对他都喜欢不起来 那现在看来是他面相不带福 妈 你这样说 有意思吗 什么意思不意思呢 这老天自有老天安排的道理 儿子 你就记住妈的这句话 这一切重新开始 外面的好姑娘多的是 谢谢 好 呢 易董啊 房子不用住太好 夠住就行了 以我現在的晴康 阿姨 你就別操心了我都安排好了 這是家的鑰匙你把我收好 不行不行 這可是你父母給你準備的刑罰 如果司機還在 這房子就是我和她的家 易董 慢慢不可以 現在斗斗還小 你的身體也不好 就暫時在這房子裡面先住著 反正最近幾年我不打算結婚 我 你怎麼好意思住你的新房了 你要是認我是個兒子 你就不能推辭 這房子離我公司近 也方便我照顧你們 這 媽 這事兒就這麼定了 易董啊 既然你的這麼叫了 那媽跟你說兩句 你說 你這幾年不準備結婚 你爸媽會擔心的 雖然你還年輕 可是也耽擱不起 遇到合適的 就隨緣 只要你肯住下 我答應你 好 我還沒想到 下一個下一個 走吧下一個 快點下一個 你愁死了愁死了 愁死了愁死了 就是他們倆 不會吧 他們倆看上去也相差20多歲 哎呀 這有什麼好奇怪的 我告訴你啊 他們就住在我對面 這個女的 一個人帶孩子在家裡住 這個男的 隔三差五就過來 感情好的呢 是不是 就這樣 林英帶著剛出生的女兒 搬進了范易東 原本準備和陳思琦 結婚的信房裡 當然 范易東並沒有跟自己的父母商量 就擅作主張 平時 林英一個人照顧孩子忙不過來 范易東空閒了也會買菜做飯 還給點錢做貼補 林李也再次誤會他們兩人的關係 時間一晃兩年過去了 在父母的一再催促和林英的開導下 范易東終於慢慢放下 嘗試開始新的感情 猜猜我是誰 我給你發微信你也不回 那我知道你很忙 所以說那我就來看看你到底忙什麼 忙得連約會的時間都沒有 下忙 我跟您說的事 可是再忙也要看電影吃飯約會的 對不對 當然 行 吃飯 吃飯 還不好意思啊 啊 沒有 我這句話 哎 喂 沒打小禮吧 啊 沒事沒事 嗯你你說吧 斗斗的牛奶快喝完了哎呦 我給忘了 這樣吧我馬上訂 哎沒什麼那個大概明天就能發貨 你別著急 好 再見 接個電話還不 啊 哦不是那個 呃 現在天天已經晚了我送你回去吧 反正明天是週末要不咱們去看電影 小團哥 我明年公司還有很多事情要處理 今天真不行 哎要不這樣 呃改天我約你行嗎 行嗎 你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 啊 現在就要在家呢 好好的養 啊 爭取啊還是給我爸生個繼承人 立個一等功 把電話給我 啊啊 怎麼會這樣啊 你怎麼想這樣啊 你怎麼想這樣啊 啊 這是家的鑰匙 你把我收好 不行不行 這可是你付我給你準備的刑法 喂 朵朵吃了別的牛奶 從昨天晚上就開始拉肚子 現在有點虛脫了 必須馬上送醫院 那你別了解 我馬上過來 哎 怎麼了 那個我公司有事情 我必把人趕過去 要不你先上去吧 我一個人上去啊 不好意思啊 要要不你上去和我爸媽先吃著 我儘快趕回來 行吧 嗯那那我 那我上去了 你快點啊 哎你放心吧 來了 哎呀 來了 嗯 哎 一中呢 本來都到樓下了 結果他突然接了個電話 說我急事要走 就讓我自己一個人上來 哎呦 你說你這孩子不懂事 我待會打電話罵他啊 沒關係 快進來快進來 哦太好了太好了 哎佳佳 嚐著叔叔的手藝 哈哈哈來來 孩子這麼小 怎麼現在才舒服了 弄得這麼厲害 會有生命危險的 醫生 孩子現在怎麼樣了 好了 你們在外面等一會吧 啊 啊 你說 這是我怎麼這麼笨的 你那孩子都待不好 還給你添麻煩 不媽 不是你的原因 是我的錯 是我忘了給孩子買牛奶 然後會議這邊又出了問題 不是你的原因 是我的錯 怎麼能怪你呢 自從出了事 你你歪歪都是你在幫忙 都怪我 孩子早餐 從小就體肉多病 都怪我 行了媽媽啊 這這孩子肯定會沒事的啊 你別往心裡去別想 喂媽 你是搞什麼名堂 我這兒有點急事 有什麼事 比呼應大事還重要啊啊 哎呀媽我這邊事兒真的很急 啊心就不跟你說了就這樣 我自己會說 你看這孩子 不同事兒 沒關係的阿姨 男人嘛 應該以事業為重 嗯 還是嘉嘉從心打理 哎呦 嘉嘉 你多吃點 來 吃點這個 好 謝謝阿姨 這個 吃點對我們女人好 你看看 別一天到晚減肥減肥的 以后结婚生孩子 健康最重要 阿姨 我其实也特别喜欢小孩 哎呦真的 哎呦那太好了 早点结婚 剩俩 我们呢 也不是老思想 这新房子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 这离得不远 很近 叫那个百年康月小区 等以后你们结了婚呢 我们呢把饭给你们做好了 你们就过来吃 这一来把你们照顾好了 还有就是 这距离产生美 叔叔阿姨 你们想的真的很周到 那是必须的 好 来来来 来都吃点 记得明天还要带孩子了 书彦 谢谢 没事就好 没事 没事 没事啊 我送你跟诺诺回去吧 明天我再来接你们 好走 哎呀你看这孩子啊 这一天那会儿在忙什么 你快到这个点了 阿姨叔叔 我还是先回去了吧 我在这儿你们也没法休息 哎呦那怎么行呢 你说你一个女孩子 人家大晚上的出去不安全 还是等一东回来送你吧啊 就是 来来来 吃水 来吃山椒 不好意思啊 公司您是一点急事 所以就开了个紧急会议 没关系 嗯 这个 小朋友用的吧 这个 这个是 是小朋友的 是我一个同事的孩子 然后生病了 我送去医院的 没想到拉拉车上 其实 我也特别喜欢小孩 每次我只要看见朋友圈里面 有朋友秀他们的孩子 我就觉得特别幸福 啊 刚才你爸妈跟我说 你的心房离这儿特别近 他们还说等我们结婚之后呢 这样两边跑这也方便一些 是 是挺近的 那你 不打算带我去坐坐 当然 肯定 肯定会带你去坐坐的 但是那个家里面呢 他很久没住人了 所以灰特别重 哦 啊 那就算了吧 嗯 那就改天让亲家阿姨打扫一下 然后呢 我们俩也好够人实现啊 嗯 那个 哎我把空调给你打开吧 嗯 咱们走吧 你说怪怪啊 他从来都不主动的 我再怎么说呢 你是女神级别 这要换做是其他男人早就真的 哎 你们家那位不会是个gay吧 gay 不可能 怎么可能是gay呢 那要不然 就是他在外面的蝴蝶蜜蜜蜂 太多了点 这就更不可能了 你想想这个道理啊 他放着我这么一个肤白貌美 大长腿的美女不要 他出去外面找那个什么玩意 蝴蝶蜜蜂 绝对不可能 这你就不懂了吧 亏你平时还写什么言情小说呢 这家伙没有野花香的道理 你就不懂了吧 不行 找个机会一定要好好的试探试探 到底什么鬼 哎呦 先不跟你说了哎呦我家红柱蛙气我呢 我得先回去了 哎呀真是羡慕你啊 好好好你回去吧不打扰你了 你应该得去医院哪 你那个路上担心啊 我送你了啊 那你自己在会我就先走了啊 好你自己当心点啊 我去送你了 拜拜 拜拜 我都听话啊 哎 这不是家家大家的朋友吗 来 妈妈抱抱 哎呦我抱抱抱 你慢点 这朵朵啊跟我可亲了 不哭不闹的 朵朵你看 哎呦 朵朵这什么东西 开了吗 哈哈哈 这女的谁啊 小三了 小三 你一遇傻三年啊 这女的这么大把年纪了还小三 我去 年龄不是问题好吗 忘年教你懂吗 练母你总懂了吧 不会吧 不会吧 什么不会的 这是平面照片 要换成四地的 你就能看出了 这一家三口 有多幸福都美满了 你看看那孩子 眼睛和嘴巴 和他长得多像 哪像啊 哪不像啊 是DNA复制的简直了都 你再看看 这还真有点像 我得打电话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看一下我是姑奶奶 疯了吧你 你这样冒冒失失的打过去 人能跟你说实话吗 这万一出点错 那多上感情啊 也是啊 那我怎么办啊 我现在 呀 咱女神看来是付出真感情了 嘿 过来我跟你说 在小玉的指点下 安家家花钱找人暗中调查了林英的身份 得知林英是范逸东前女友的母亲 而且前女友陈思琪 已经在两年多前车祸死了 安家家更是锁不住了 你怎么来公司了 我刚老同的人路过过来看你 不会打扰到你吧 啊 不打扰你随便坐啊 怎么了 爱神叹气的 其实也没什么 我不是在写一部网络小说吗 可是这几天 突然有点写不下去了 大家都说 女人的心思让人猜不透 可是我觉得 男人的心思 好像更让人猜不透 是吗 这样吧 我先把文件送过去 回来呢我和你讨论这个问题 那我就在这等你了 行你坐歇会了啊 一会一起吃饭吧 行那先忙了 好 好 1 2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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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玉 曉曉我又幫你查到了什麼 什麼 那女人和孩子的肉處 哎就這幾天 翻一動就去了兩次 而且每次去都大包小包的 我一會兒把地址發給你 好 我現在正在他辦公室呢 我竟然在他辦公室找到了他 跟他前女友的合照 我一開始挺生氣的 可是後來一想 覺得他也許是一個挺重情義的 這年頭你還相信有這麼痴情的男人啊 要不然就是有其他的什麼原因 比如說那孩子 是他和前女友的 對呀 還得太好 哎呦那太好了 早點結婚 剩下 我們呢 也不是老思想 這新房子 早就給你們準備好了 這離得不遠 很近 叫那個百年康月小區 你 喂姐姐 猜猜我在哪啊 在哪 一會去你新房做客 小姐 小姐 你聽我解釋 好啊 一起去你新房看看 再看看你的私生子 然後再聽你解釋 沒有私生子 你還打算瞞我到什麼時候啊 新房子並不是很長時間 沒有打掃衛生了 而是裡面住的 你前女友的媽媽 還有你的私生子 你怎麼知道這新房住的有人 不是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樣 那是哪樣啊 我前女友去世了 可是他給你生了孩子 他去世兩年 這孩子一歲多 這不是我的孩子 那你結婚用的新房子 為什麼會住著他們 你不說那我就自己去問 我虧欠他們 虧欠什麼 安琪的死 跟我有關係 什麼關係 當時他誤會了我 跟我鬧別扭 我年輕既盛 把他一個人丟到一個月 安琪跟他的父親 在車禍中去世了 這件事情對阿姨的打擊特別大 後來他們家裡面 又發生了病 一無所有 我看著心裡挺不是滋味的 就把新房借給他們住 你說的都是真的嗎 是真的 當時不敢告訴你 是我怕你誤會 雖然說 你跟車禍有關係 可是撞死他們的人也不是你啊 我覺得你也沒必要這樣 叔叔阿姨肯定還不知道吧 他們如果知道 不會同意的 家家 我希望你替我保守命 易東 我希望以後要是有什麼事 你別瞞著我 我們倆要是不交心的話 怎麼能走近呢 對不起 我不要你跟我道歉啊 罰你 周末陪我三星 行 周末陪你 安家家並沒有因此事 和范易東翻臉 反而表現大度 好讓范易東感覺有所虧欠 安家家也想藉此 再拉近他和范易東的關係 可沒想 林英的存在 卻嚴重影響了他們的戀愛 為此 安家家心裡不能平衡 等一下 住民紛 節言 不要 感谢观看 Exc Familien 你们早点起来 了 喂妈 怎么了 我上厕所的时候 不小心摔了一跤 什么 现在涨不起来了 头刚才磕在了墙上 现在不知道怎么的 痴饭晕 你听我说啊 你现在千万别动 我算你把它赶过来 我这地方啊 你要是絕對不舒服 你就趕緊打一二零聽見沒 行我滿過來我滿過來 你媽怎麼了 我媽摔了 我先得趕過去 現在 哎 我我走了啊一刀 喝了酒之後不要開車 哎 我先走了 你平時在家還得注意點 這幸好這次呢只是驚非腦震的 是啊 都怪我不小心 這醫生可說了啊 傷筋凍骨一百天 你得好好休息 所以我琢磨這樣給你請個保姆 不用不用 這已經很麻煩你了 媽沒事就這麼定的啊 哦對了易德啊 你是不是有女朋友了 是 那 那女朋友知道 我們住你新房嗎 他 當然知道啊 他說了 他沒意見 他真的不會誤會吧 哎 要是有什麼你就跟我說 你看你說的 你想多了 他真沒意見 以後啊 就叫阿姨 要是被你女朋友聽見了 他心裡會不舒服的 可是我都叫習慣了 哎我出去接電話 我來立東 我來聽見阿姨啊 喂小家子 怎麼了 喂 你怎麼說 我來聽聽阿姨啊 你弄得 那個 哎阿姨啊 這就是我的女朋友 阿姨你好 我來看看你順便給你帶了點東西 啊你給給我吧 讓你破費了 沒事 這小孩太可愛了 你好 我也特別想小孩 那就趕緊結婚生一個 啊 我倒是著急 可是 他好像不太急 他可是老練著你的好呢 是嗎 啊阿姨 以後要是易東他忙 然後你又有什麼需要的東西的話 你也可以給我打電話 哎呦好 真是謝謝你了 沒關係的 嗯 謝謝 謝謝你 跟我還說謝謝呢 是不是太境外了 謝謝你 你都不這麼理解吧 只要你開心我就開心 你的事呢就是我的事 對吧 啊對 對不起姐姐 他現在這種情況 我沒辦法送你回去 沒關係我知道 你也別太累了 如果有什麼需要給我幫忙的地方 你就給我打電話啊 那你 注意點了 啊 你真舒服 阿姨 以後要是沒事呢 我就經常陪你過來做做保養 做做美容 我這張老臉呢 就別浪費了 老什麼老啊 我們倆走出去 別人要是不知道的 還以為是姐妹呢 哎呦 佳佳就你會說話 哎呦 讓人聽起來就覺得那麼舒服 只要阿姨高興就好 對了佳佳 你跟易東最近怎麼樣了啊 我們倆挺好的 哎呀挺好的 就早點把婚事定下來嘛 我倒是想 只是 易東他事業心挺強的 好像 暫時沒有要結婚的打算 那不行 那我得好好說說他 這事業再忙 你得先成家再立業 等我抱上了孫子 哎呀他也怎麼忙怎麼忙 可能是因為我自身不夠優秀的原因 哎呦佳佳 你可千萬別那麼說 你呀是哪哪哪沒得挑的 比他以前那個 他 他和他前女友 好像感情挺好的 哎呀別提了 再好 也沒有那個姻緣 再說了 我不喜歡 阿姨啊 現在最喜歡的就是你 安家家表面上 通勤達理 甚至格外的支持范怡東 心裡其實對林英非常的不滿 甚至有些忌妒 安家家就這樣 笑裡藏刀的 一步步的 向逼走林英 離開范怡東和他的生活 老婆 家家 阿姨你好 沒有打擾到你吧 啊怎麼會呢 我給那個小孩買了點東西 玩具什麼的 謝謝謝謝 快進來 來來來 快坐 我給你倒水 麻煩你了阿姨 易龍他最近比較忙 所以說沒什麼時間來看你們 我呢正好有空就不請自來了 謝謝謝謝 腿好些沒啊 沒事啊 好多了 其實啊 我跟易東都說了 讓他好好工作 好好談戀愛 可他就是不聽 易東這個人呢 心比較軟 他怎麼都不可能不管你們的 只是啊 他要是一忙起來 我都很少能跟他吃上一頓飯 回頭啊 我說說他 再怎麼樣 他也不能冷落了你 啊 其實也不是冷落我 只是 他這個人顧慮比較多 他媽媽一直催著我們結婚 他呢 多多少少還是 會想著你們 啊 啊 對對對對 我們住在這裡 他父母好像是不知道的 啊 啊 我就說這是他的新房 我們這樣長期住不好 可易東這孩子 你放心 阿姨不會來走不走的 阿姨 我也不是這個意思 沒關係 而且這個房子你們就安安心心的住著 我跟易東呢 實在不行就 再買一套 那怎麼行啊 阿姨心裡有數 你呀 是個好姑娘 易東能娶到你這樣的媳婦啊 我也替他高興 喂阿姨 你這住得好好的 為什麼要搬走 我早就有這個打算 我們現在已經安東好了 能有什麼急事啊 只要你別把錢再拿出去倒貼給外人就行 一個和已過世前女友生下孩子的 竟然和前女友的媽媽也有著不清不楚的關係 哇 你這料圓下的太猛了吧 氣度還爭鬥大呀 竟然給殺死自己老公和孩子的凶手作證 人在做天在開 一切自己的事 臭小子 臭小子 你在搞什麼餅堂 我這兒有點急事 有什麼事 比婚姻大事還重要啊啊 這你都是誰啊 小三了 我前裡有趣事了 可是他給你生了孩子 他媽媽一直催著我們結婚 他呢 多多少少還是 會想著你們 你 這不是斯奇媽媽嗎 有這麼巧 是 你身体还好吧 好好 这本来照理说 我们应该去看看你 可是又怕聊到你不开心的话题 所以 你现在住在哪里 我 你近不远 一东的新房就在这个小区 是吗 你也看开点 好好把孩子带大 以后会享福的 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约了儿媳妇 咱们回见啊 自己好好玩啊 妈妈要收拾屋子了 咱们家 多多啊 最懂事了啊 妈妈请请 没买东西啊 没买东西啊 一棟儿子 這些日子都虧你了 現在朵朵也長大了 我們也該去屬於自己的地方 不可以再打擾你 家你家你都收拾乾淨了 喂阿姨 你這住得好好的 為什麼要搬走 我早就有這個打算了 我們現在已經安東好了 你不用擔心 那個阿姨 你趕緊告訴我 你們現在搬到什麼地方去了 不用了 這裡挺好的 真的不用了 喂 喂 阿姨 這房子這麼老 怎麼能住人呢 沒事的 收拾一下也挺乾淨的 這樣 你收拾東西 跟我搬回去 不不不 我跟朵朵就在這兒 我們不能再打擾你的生活了 阿姨 你給我說實話 是不是有誰在你面前說過什麼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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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棟啊 你也該開始自己的生活了 早點結婚 家家可是個好姑娘啊 我們 我們 我們不可能總這麼打擾你吧 以後啊 你就別再操心我們了 你本來就不欠我們的 阿姨 在這裡謝謝你了 不是阿姨 那個我 你好了 你別再說了 我們已經決定了 安家家成功地把林茵 請出了新房 被蒙在鼓裡的范怡東 也一直以為 安家家是個善良體貼的姑娘 最終還是聽從了父母的安排 和安家家領了結婚證 兩人住進了新房 安家家身上的缺點和壞毛病 開始慢慢展露 范怡東也開始後悔 自己過於草率的結婚 兩人矛盾也越來越多 那老年人怎麼一展不愛吸東西呢 那廁所那馬桶都壞了 還有髒死了 我都不知道他平時怎麼打掃的 那個臥室地板牆紙全部都壞了 你要是覺得哪個地方髒了 就去請個保健阿姨打掃一下 要哪個地方壞呢 要不這樣 咱們去買點材料 重新裝一下 請我們敲了重裝 反正這個風格我也不喜歡 重裝 是不是太浪費了 怎麼不樂意啊 你那兒不是還有二十萬嗎 拿出來省一下裝 應該差不多 我這兒存的二十萬呢 是為了以後有什麼急事 拿出來應急的 不是用在這個上面的 能有什麼急事啊 只要你別把錢再拿出去 倒貼給外人就行 行 重裝就重裝 只要你高興就好 那什麼叫我高興就好 當初是你自己把這個新房子 拿給外人住的 我說佳佳 你這樣說就不對了 當初的情況你也知道 再說了 你不是沒意見嗎 你沒意見就行 我提醒你一下 好人你也做得差不多了 閒事就別管了 你怎麼又停電了 我已經讓小孩子 我還沒準備好 你怎麼又停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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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開始要到很快 你怎麼又停電了 你怎麼又停電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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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他亲戚 您这间房子已经基本烧毁了 外家邻居也有一定的损失 幸好火势及时扑灭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那江同志 接下来 我们要做什么呢 关于这个赔偿方面 我们会帮着你们私下先均点协调 行 那就谢谢你了 你说 只我什么倒霉事 全都被我晕伤 要不是堕落 我真的 我真的不想活 我真的不想活 阿姨 你可千万别有这种想法 只要人没设计好了 我我会帮着你们一块想办法的 二十万 你真的这么多 你干啥呀 之前 本来我是有的 但是家家说 要重新装修新骨 就是把他还给他的 一包运 我会计划还给你的 不是 这前这个你倒是没问题了 该不会又是陈司机房妈妈吧 你说你 你还真是够意思的你 阿姨 你还没有办法 你这天天哪 我理erasa 你看 这陈设 你拿去鉴定一下 十几万应该拿值 阿姨 你这是干嘛呀 这东西我不要啊 你收回去 不要 易东儿 你就别让阿姨再欠你的了 不然我真的 你拿着 你一定拿着 我卖别人也是卖 那是呀阿姨 这镯子 我先帮你收着 那个我跟你说一下 我们家现在的那些墙纸 地板 什么我都想换一下 还有这个装修风格 我实在是不太喜欢 行 那具体的我们见面谈 备用钥匙 那我找到 我找一下给你送过去 啊好好好 啊 上次借你钱的线条 谢谢了 哎我还怕你跑了呀 也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 你说你现在都已经结婚了 就算是要帮也得住一个度啊 这二十万可不是个小数目 你说要这万一被安嘉嘉和他妈知道呀 这一被安嘉嘉 阿姨给了威哥手术 是这么加冲的 当时我在想 为了让他觉得他不欠我什么 我就收下了 你看你能帮我想办法 把手术还给他 是不是这个手术 你拿着还啊 你发现你用情挺深的 你前女友都死这么多年了 你还对他念念不忘 不是嘉嘉其实还会让你不顾做 还正好奇呢 你跟我老公到底什么关系 不是你够了 我没够你到底想干什么 二十万 我让你拿去装修房子你不愿意 现在你二话不说 你就把钱倒贴给那对母女 我发现你真的是挺烂情的 不过我告诉你 我安嘉嘉也不是这么好欺负的 这是我跟你没完 气头上的安嘉嘉一不做二不休的 再次找到了林英 而这次的安嘉嘉没有任何好脸色 不但如此还挑拨离间的 把真相告诉了林英 喂 你最好是过来一下 因为 我自己都不知道一会会对你那个妈说什么 告诉你一声 我现在已经是范易东的合法妻子 哦 豆豆啊 快叫阿姨 叫我阿姨 不是应该叫后妈吗 你说什么 他如果不是范易东的孩子 那范易东凭什么对你们这么好 哎呀 你误会了 这孩子真的是我的二胎 我有出身证明的 我拿给你看 行了行了你不用拿给我看的 我也不想看 至于他为什么对你们这么好 你不知道是吧 你不知道是吧 那我告诉你 要不是因为他 你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 你也不认识啊 最起码你不会失去老公和女儿 你什么意思啊 那车祸确实是意外 可要不是因为你女儿知道了范易东和他的同事罗曼 关系不正常 那你女儿就不会赌气 你老公就不会酒驾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对你们这么好的原因 因为他良心不安 不 不可能 你不相信是吧 没关系 你可以去问他 他应该快到了 来了 不过来晚啊 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了 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是你 是你害死了我女儿和老公 都是真的 你过来 我滚出去 滚出去 哎你们都给我滚出去 我没想拍到你 你过 你给我给我滚出去我滚出去我滚出去 妈妈 我想好了 我要和嘉嘉离婚 你说什么 哎 这这之前不都是好好的吗 就是啊 如果你们想知道为什么 你们可以去问他 但是这个婚 我一定会离 哎哟 儿子儿子 哎呀这个事呢 你千万不能冲动 我去去吧 哎哎 离婚 我担心 你你 你不记住啊 我 你不记住啊 我 你不记住啊 你不记住啊 我 那你不记住啊 你不是挺有錢的嗎 你前女有媽媽那二十萬你說給就給 我們倆怎麼說也是夫妻一場吧 你小李我叫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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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 你別騙我 小月 怎麼了 鬧僵了啊 他以為我好欺負呢 小玉我告訴你 我要是不給他點顏色看看 我就不姓安 那你打算怎麼辦啊 網上發貼啊 內容就寫 一個和已過世前女友生下孩子的男人 竟然和前女友的媽媽 也有著不清不楚的關係 哇 你這廖元下的太猛了吧 可也別做得這麼絕啊 反正我跟他已經沒信了 我以前可是一心一意的想要跟他在一起 這你是知道的 可是他現在怎麼對我的你也看見了 他心裡面根本就沒有我 是 我也親一不止 要跟我離婚可以 但是不可能離得這麼 你看著我怎麼那麼生氣 很快一篇以新房裡的秘密為標題的帖子 就發到了網上 引起了很大轟動 不知情的人都站到了安家家這邊 對范怡東各種職責 就連范怡東的公司也因此受到影響 不僅如此 安家家依舊不依不饒地找范怡東鬧 哎 你看看 安家家他又在發帖了 從私生女到亂門 他想像力可真夠豐富的 我看你現在可真是出名了 之前我們談到好幾個大項目 人家現在都不願意跟我們簽合同了 實在不想 我只能答應他了 你不知道 昨天他還去我家鬧事了 哎 我看呀就算你把房子和車全部給他 他也未必罷休 那你說 我現在應該怎麼辦 他這是誹謗 你可以告他的 告他 對呀 哎 我覺得呀你現在可以去跟思琦他媽媽 解釋解釋求求他 讓他幫你作證 阿姨 你來幹什麼 阿姨 我今天來 是想跟你道歉 對不起 還要 我先把事情跟你說清楚 現在說對不起有什麼用 我老公和女兒 也回不來了 可是我沒想到 你不但做了對不起我女兒的事情 還要了他的命 我從來就沒做過對不起思琦的事情 還狡辯 還狡辯 安家家都跟我說了 你和你公司的羅曼 這是誤會阿姨 當初思琦也是因為這個誤會跟我鬧的便扭 是安家家 我想跟他離婚 他想得到房子和錢 就到處造謠 阿姨你想 如果我真的和羅曼有什麼 思琦走後 為什麼我沒和羅曼在一起 阿姨 請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范玉東是個什麼樣的人 我相信阿姨心裡是有數的 雖然只是個誤會 但是叔叔跟思琦的死 在我的心裡一直過不去 我知道 無論我做什麼 也無法去挽回了 所以我今天來 就是想給你道個歉 對不起阿姨 林茵並不糊塗 這麼多年 范玉東的所作所為 歷歷在目 最終 她還是被范玉東的誠懇所打動 答應為范玉東作證 而安家家依舊一根筋 要跟范玉東對不公堂 要求離婚賠償 最終 范玉東以毀壞名譽罪 將安家家告上法庭 並成功離婚 氣度還爭鬥大呀 竟然給殺死自己老公和孩子的凶手作證 人在做天在看 一切自己的說法 什麼意思啊 是不是在說我 哎 是不是在說我 我們先走吧 告訴你們倆這是沒法 什麼意思啊 什麼意思啊 阿姨 我爸媽已經同意了 從今天開始 這個房子啊 你隨便住 這怎麼行啊 這房子 我要出國深造了 你不都說了嗎 一切啊 重新開始 一個美 你來的 你來的 新房鬧一老出手會心 來我來吧 哎 哎呀 早就出來看你 在這住的還習慣嗎 你看 你們這樣我都不好意思 這次啊 幸虧你幫我們一東出庭作證 這事兒都怪我 看錯人了 哎哎好了好了 別提那些不愉快的事了啊 今天啊 一動他忙下廚我打下手 嘿嘿以後啊一動出國了 我們兩個也孤單 大家呀常走動走動啊 嘿嘿就是 常走動走動啊 好好那行那我去洗菜 那我也去啊 哈哈哈我打下去了 好 這邊坐這邊坐 他講不太清楚 反而就幫忙了啊